還OK嗎? 兩天 現在 就覺得鬆一大口氣啊 有一種 欸 用盡力氣以後鬆軟的感覺 很過癮嗎? 還蠻過癮的 那會不會覺得兩天太少了? 我覺得目前就是恰恰好 兩天恰恰好 那有最印象深刻的嗎? 應該就是那個棒殼 對啊 我印象深刻有很多耶 好多印象深刻 因為我真的第一次 第一次有這麼千變萬化的舞台 其實真的很好玩 雖然很忙 但是真的跟大家距離很近 真的很棒 還有當然棒殼的部分 我也是覺得 欸 好險 我有決定這麼做 所以自己覺得那畫面怎麼樣? 我剛剛有稍微看一下我朋友錄的 我就覺得天啊 我真的是一個天才耶 一切都很滿意嗎? 有沒有一些覺得很可惜的地方 還是差不多了? 你說全部所有的一切嗎? 就棒殼的部分 喔 棒殼的部分 要把畫面呈現的話 那棒殼的畫面呈現 我真的覺得是我演藝生涯的高峰 所以現在是高光期 對 因為那個棒殼 我真的是覺得我出奇置身 那他們的服裝的部分呢? 有讓你嚇到嗎? 有耶 他們走出來的時候我真的嚇到 而且我就覺得他們是串通好想要嚇我 那他們一樣都是那個就是大銀 然後裡面都很辣的 對對對 然後而且我一 他們他們他有先放話 但我還不相信 我想說能有多那個多辣不就是那樣嗎? 但殊不知其實我很開心他們這麼 這麼給我面子 而且我那時候就在那個尖奏他一邊唱的時候 我腦袋裡面就一直在想說 他們穿成這樣等一下怎麼穿棒殼? 然後我就一直都想 差點要唱錯歌詞你知道 我一直在關心說 等一下他們這樣還能套棒殼嗎? 套得進去嗎? 他們可以先脫外套再穿棒殼嗎? 不可能 因為他們裡面一定很流汗什麼的 我就幫他們想了很多方案 那你很厲害 你邊唱可以邊想這些 好險那時候我也是夠熟 那他們放話是講什麼? 那時候是跟你說 他就說明天我會穿很辣喔 然後他們說他們會讓我笑到唱不下去 有啦我肩奏的時候確實是有 有笑到就無法自拔 但我馬上又重新振作 而且Hush有很多一些動作 對 那也是挑釁你的動作 對啊 還是要射用你 不是我那時候 就是腦海裡浮現傲嬌的歌詞 親愛的我不該跟你賭 我真的不能跟他們賭 那你覺得誰比較辣 當然是他們兩個啊 他們兩個誰比較辣 他們兩個誰比較辣 都很辣啊 欸你這樣子我們怎麼當姐妹啊 怎麼會去憑誰比較辣呢 都很辣 對啊 所以打屁股那一怕是臨死的 打屁股那一怕就是 我們在彩排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會打 就是覺得那邊很適合 很適合打 那個很適合來個節拍 OKOK 那你今天就是有搭那個 你說你的拉拉 拉拉姆 嗯 就是跟觀眾 你上去會有點害怕嗎 是不會 第一次上去的時候會 因為它在移動 然後會搖晃 對看起來有點微微晃 對蠻晃的 所以我們就是一定要抓著那個手把 不然其實是蠻危險的 因為我們鞋子都非常高 就是本身重心已經不穩了 其實之前人家演唱會 看別的女明星 都以為好像很容易 結果自己這次嘗試 才發現超不容易的 因為增加唱歌的難度 嗯 所以你有想到要唱鐵達女 沒有啊 他們也都沒有說 然後我就讓他們唱啊 我說好啊都給你們唱啊 你們私底下相處也是就是這麼荒謬 對 有點無厘頭這樣 就是會這樣子好玩的 那你就是邀請他們啊 你會有點緊張 因為害怕不知道他們會出什麼奇招 還是因為你有棒可睡 其實不緊張 我其實邀請他們我非常的期待 因為就是 真的很常 平常很常聚在一起 我知道 只要我們在一起一定會是好玩的 很瘋這樣子 嗯 那哈許倫那個就是 黃腔就是接的主 我本來以為我不行耶 沒想到我今天接的蠻好的 我是有潛力 真的耶 那要再分享一下這個演唱會 感動的地方 因為第一天好像有 大家有哭嗎 對 第一天 因為隔上一次已經有一段時間五年了 所以我也沒有 沒有任何的預設 當下會是什麼感覺 我只是就是埋著頭準備這一切 然後等到我真的掉在半空中 看到台下座無虛席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自己真的是很幸運 就是過了那麼久 還是有人願意這樣子來聽我唱歌 就超級無敵感動 然後加上其實那邊的音樂也非常感人 就是那個給然後全部Fullband下去 搭那個弦樂跟鼓啊 就整個感覺都來了 而且我是真心以為 我在那個罐頭裡面是背光 我想說先哭一下 然後應該不會有人發現 我站那麼高 大家都知道 我後來才知道 欸拍得蠻清楚的嘛 而且大家都那個新聞也有用那個畫面 嗯 剛剛眼神很恐怖 對 那結束老公有 好 剛剛結束老公有跟你說一些什麼 他不是在有在現場 會給一些評價 對 他其實也是蠻辛苦蠻忙 因為他幫我hold hold我的家人 就是我的包括我小孩啊 我媽媽啊 我的家人還有很多朋友 他是要負責那一塊的 就是他也要去招 所以他其實也超忙的 所以他也是匆匆來匆匆走 然後他只是結束以後 他一看到我 他只有在我耳邊說 你超棒 喔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嗯 好像妹姐也有送花 還有你的小孩 嗯 我是看新聞知道的 哈哈 所以你本來不知道 好 他給你很高的評價欸 對啊 謝謝妹姐 我真的是覺得超開心的 因為他是我的演唱會之神 嗯 那這樣給你這麼高的評價 會不會有壓力 想說下一次怎麼辦 這我還沒空想 好 剛結束 對啊 OKOK 謝謝 謝謝 對 謝謝 啦啦恭喜恭喜 哇 來尖叫聲 先把正中間的位置 讓給啦啦 對 許佳穎 然後也麻煩 啦啦在這個 哇 兩天的這個精采演出之後 先讓我們來進行單拍 當然我們變得 有些奢侈的事 這個演出 要再一次的特別感謝 我們的冠名贊助 特別感謝SUZUKI SWEAT 同時有這麼多強而有力的好夥伴 看看正中間 謝謝Lana 來 看一下正中間喔 好 再會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 好 看一下我們右邊再回來 好 我們待會瞄一下我們後方的攝影機喔 等一下我們刷一整排 先放正中間再一下 OK 我們再回到正中間 平面的部分 好 來 刷一排 對 應該要刷過去好 好 看一下右邊囉 Lana 麻煩看一下我們的右邊 平面的部分 我們待會再回來一次喔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攝影機這邊刷一排 來 刷過去 從右邊往左刷 分開手 好 接下來呢 左去右回 右去左回 來 我們再回來前方 前方第一排 要排好排滿的喔 請問一下我們前面的大哥大姐們 還有哪裡需要補畫面的 讓大家看一下正中間 好喔 正中間黑色T恤這邊 好 OK了嗎 都OK 好 右邊 右邊再一點點 右邊再一下 好 麥克風在我的手上 我也準備要交給Lana囉 好 尖叫聲歡迎徐佳穎 Lana這邊這邊 恭喜恭喜 連續兩天台北小巨蛋的演出 先跟我們所有媒體朋友們 先來打個招呼 各位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徐佳穎 嗨 嗨 兩天的台北小巨蛋的演出 從台北站我們先揭開序幕 可是現在的你心情只如何 然後明天有沒有什麼最想 現在這一刻最想做的事情 或明天早上起來有沒有覺得 這麼多過去這一段時間 排練啊 演出啊 終於可以放鬆的這種感覺嗎 先喝一口香檳再說 先這個意思 好 馬上準備 待會馬上都準備了 因為這個流程跳太快了 這個不夠 壓最後 有人說不行不行 還不行嗎 等一下最後跟大家一起來 就想要好好的 感謝大家在慶功宴上 真的謝謝 其實他們都好幸福 就是同事們 對 還有樂手盆啊什麼 大家一起經歷一下 想要趕快好好的放鬆 放鬆一下 明天的這個早上起來 雖然說剛剛有講到 又回歸到日常生活 可是心情上面來說 肯定又會是非常非常的輕鬆 但是過去這兩天的 台北小巨蛋叫好又叫做的演出 太多太多不同的看點 你看硬體上面來說 我們的舞台很酷 可以打開來的 然後LCD的這個螢幕 這麼樣的大 LED的螢幕 像是籃球場這麼大一樣 尺寸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再加上 我們大編制的弦樂團 這也算是很少見的 這麼多不同的老師 我要問問看拉拉 你的印象最深刻的 會是哪一塊 或是硬體這方面 還是這兩天的嘉賓這方面 還是這很獵奇的舞台上面的 棒殼金的出現 還是這邊黑白色 然後吃一半天還是輸了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第一次跟觀眾靠那麼近 而且是後面 我就是幾乎整場的觀眾都跟他們 近距離 對 我之前沒有這種經驗 然後我就是 我覺得因為距離拉近 所以我整個人也放很開 感染到他們的力量 就覺得我們之間是很靠近的 然後所以就整個放鬆 所以這一次 而且對啊 剛剛就講到說 又有掉在空中的房間 對啊 然後所以這一次真的是 可以說各式各樣不同的 安排都有嘗試到 是飛天遁地 對 我在想棒殼金這件事情 真的可以 媒體朋友們應該會想要知道 到底是怎麼想出 這麼獵奇的 獵奇的一個本 因為我有一天在喝那個蛤蜊湯的時候 我就這樣看不到他這樣子 靜靜的躺在桌上 一個吃完的蛤蜊 對 然後就 欸 紅了煙 發高燒 請問 最好是 真的假的啦 是嗎 喝湯喝半天會想到演唱會 所以你最近這次 可能是想演唱會想瘋了 就是做什麼事情 你喝湯的時候都會 可白在桌上都會想到說 怎麼能夠運用成為 對 所以真的是你提出來的 就是說 就有一天的一個靈感 而且我那時候還告訴我自己說 我明天 因為那時候很晚 已經十二點多了 對 我看我睡覺起來 他就會像夢一場消失 因為太荒謬了 真的嗎 我還告訴我自己 我下定決心說 我明天一定要把它很嚴肅的提出來 欸 提出來的時候那大家 我是先跟我同事講 我說小龍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我很認真 他說什麼事 我就說 我希望可以 準備那個棒殼金 棒殼 對 然後他們聽第一次都有我在開玩笑 對 因為我們在過程中 我們在討論這一切的過程中 開了太多的玩笑 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是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一直強調說 而且我到隔天我還一直追問他說 你告訴導演了沒 我一直過程中 我一直很關心這件事 我說他們真的會去買嗎 淘寶上蝦筆上 找得到嗎 我都很關心這件事 而且你知道在舞台上面 立了三尊骨 立在上面 你知道看起來真的是多 又慌 三顆棒殼就立在那邊 就是我有一種 想像中的畫面 今天夢想成這樣 對 對 所以終於那一刻出現的時候 看到你的兩位嘉賓 你也通通都帶起來的時候 那個滿足感就是很夠就對了 對 終於把他們兩個人整倒了 對 而且是只有他們兩個才可以 對 三個人在舞台上面那一段對談 真的是覺得 我覺得太輕點不過了 不過即便如此 在演出上面也是一樣 這麼多不同的歌曲 有的是改編的 有的是作品的演出 一次一次感動到這麼多朋友 但是我們就想說 台北山這只是一個開始的話 接下來我們也會把 變得有些奢侈的事 有想到要帶到其他的城市 繼續讓更多更多的朋友們看到嗎 譬如說像是在明年啊等等 會啊 就會 就會去別的地方開 有機會再把整個的 這樣子的主題的演出 帶到美國的城市 這也會是2024年的規劃當中 是 那讓我們可以到時候 好好的來期待一下 在這一次我們看到這兩場 不同的這個演出當中 不同的嘉賓 但是同樣的帶來 所有的歌迷朋友們 聽得這麼樣的如痴如醉 也要再一次都要特別感謝 Suzuki Swift跟我們一起的大力的 和這個幫助 成為我們的冠名贊助 而在最後呢 我們也想要在 媒體朋友的見證之下 來慶祝一下好不好 我們準備了 麥克風我拿一下 請啦啦我們這邊就定位 拿一下香檳 先讓 先讓 啦啦我們先來 慶祝式的 然後幫我們來倒一下 我們的這個香檳塔 等一下等一下 不好意思 你手可以低一點 你這樣比較不會低出來 對…稍微低一點 這樣瞄準比較好 好 不好意思喔 我們先 我們確認一下 位置上面來說 這樣OK 好 好 啦啦瞄準了之後 看一下我們的鏡頭 先從正前方 好 接下來呢 沒關係那個9 我幫你看著就好 你看左手邊 來 往左邊看過去 左邊 再多倒一點 再多倒一點 正前方 好 接下來再看左邊 再回到右邊 沒問題 好 往前一點點 好… 接下來右力道 右力道 笑容出來 右力道 給他倒排他 一點點嗎 角度大一點沒關係 都拍到了嗎 OK嗎 OK 好 OK 好 再看一下我們右前方 右前方這邊 好 沒了 好 沒了 好 再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不是 還有嗎 還要到是不是 還要嗎 還要嗎 畫面還夠嗎 還是我們拿一杯 好 拿一杯 好 拿在手上 然後我們 請拉拉我們還是要站 回到舞台正中間 舞台正中間可以嗎 還是到香檳打前面 可以 正中間好了 正中間喔 可以 好 拉拉我們這個 對 拿出來 向所有的美女朋友們 感謝大家 過去的兩天的駐場 謝謝 耶 好 待會美女朋友們先拍照 拍完了之後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把香檳打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 來 這邊 來 這邊 好 看看大家有想喝的 到這個時候 這邊 準備要 來 右前方 來 我們右前方這邊 好 正中間 藍色T-shirt這邊 好 再往左邊看一點點 好 再往左邊看過去 其實來 最後是